据说钢头皮鞋比普通鞋子还要危险 因为当重物砸在上面时 里面的钢板会斩断你的脚趾 而隔壁老王就因为这样变得行动不便 害得评论区的粉丝要天天照顾王嫂 为了验证钢头皮鞋是否更加危险 亚当买来了各种规格的钢头皮鞋 并决定穿着它们进行实验 而吉米则利用钢条打造了一个砍头神器 实验时只要将脚放进装置下方 然后通过释放上面的重物就能模拟意外情况 但两人都不愿意用自己的脚进行实验 于是亚当决定制作一个仿真人脚 他剃掉了自己三尺长的腿毛 然后均匀涂上调制好的藻胶 并在外面包裹上石膏绷盖作为固定 等石膏变印之后他取下了模具 接着在模具里灌入吸胶 这样就做出了脚的模型 之后他用同样的方法制作了石膏母膜 而为了模拟人体脚趾的骨头结构 他们尝试了多种材料 但最终选择了利用真人脚骨为模型 铺膜后胶上树枝材料制作了仿真脚骨 再点上热绒胶来模拟基件 最后他们将脚骨放进石膏母膜中 填充好组织替代胶后 仿真人脚就做好了 为了实验更加严谨 他们给仿真脚套上袜子后穿上了钢头皮鞋 接下来将要进行砍头实验 看钢头皮鞋在多大的撞击力下能砍断人的脚趾头 首先他们在0.9米的高度释放了34公斤重物 但鞋子似乎并没有产生变形 脚趾也没受到任何伤害 只是表面的皮革被压扁了 于是亚当将重物增加到了180公斤 即使重量已经达到了最高 可钢片依然没有被压扁 亚当取出里面的仿真脚 发现脚拇指的骨头发生了轻微断裂 但并没有出现整个脚趾被斩断的情况 为了把里面的仿真脚砸得稀巴烂 他们将重物的释放高度调整到1.8米 这次又能否达到理想中的效果呢 当亚当拔下释放的绳索 鞋子前端已经完全被压扁 随后他们对鞋子进行解剖时发现 虽然每个脚趾都严重受伤 但依然保持完整 并且里面的钢片也不会达到切断脚趾的程度 而如果穿的是普通鞋子 在如此大的撞击力下 估计脚趾头连扎都没了 所以钢头皮鞋一般不会切断人的脚趾 并且它的安全性是普通鞋子的5倍 但即便这样 也不建议大家用自己的脚尝试 据说有个大聪明为了快速拆家 他将5个巨型钢球挂在空中 然后用牛顿摆的原理成功拆掉了邻居家的房子 可放大版的牛顿摆真的可能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亚当和吉米决定制作5个超大钢球 但在全尺寸实验之前 他们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小型测试 因为牛顿摆的实质就是能量传递 当一侧球撞击其他球时 另一侧相应的球也会被弹出 于是他们计划不断增大钢球的体积 以此来测得能量传递的效率 首先他们从最小的模型开始测试 亚当在牛顿摆两侧相同距离上放置了两个木块 然后从木块位置释放1号球 通过测得5号球被弹起的距离 就能得到他们的能量传播效率 而在第一轮测试中他们发现 5号球离木块仅有2%的距离 也就是说能量传递效率达到了98% 随后亚当用更大的钢球重新制作了牛顿摆 并且他的单颗直径为6.3公分 等测量好距离之后 亚当再次释放了1号球 而这次5号球与木板的距离为1厘米 相当于有3%的能量损失 但相比之前的2%差距并不大 为了让数据更加直观 他们再次升级了实验 并且这次钢球的重量达到了15公斤 已经超过最小钢球的300多倍 可当几米释放了1号球的同时 5号球被弹到了相当高的距离 而通过高速相机的计算 这次的能量传递效率依然超过了94% 显然随着钢球的增大 能量传递的效率会不断变小 但下降幅度并不是很大 所以理论上制造出巨型牛顿板还是有可能的 可如何才能做出超级大的百球呢 经理认为往空心钢球中灌入水泥 就能轻松制作出大百球 于是亚当将5个空心钢球钻开 然后分别朝里面灌入等量的水泥 等它们完全凝固之后 亚当继续开始了测试 可这次钢球如同探索哥一样两三下就完事 这是因为里面的水泥吸收了大部分能量 从而导致5号球几乎没有被弹起 可究竟如何制作钢球才能减少能量损失呢 这时经理再次想到了搜主意 他们将浮标从中间切开 然后再拼接上8公分厚的硬化钢板 并且里面焊上钢筋支架进行固定 同时往空心部分填充满水泥 这样5个超级大百球就做好了 可单颗重达一吨的钢球真能成功弹起来了 之后他们来到核潜艇维修中心 在起重机的帮助下 5个钢球分别被悬挂在钢架上 等他们调整好水平位置之后 亚当拉下了1号球的释放绳索 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5号球几乎没有被弹起来 反而上方的钢架发生了移动 显然大部分能量转移到了钢架上 于是他们将钢架进行固定 同时也把1号球拉到最高位置 以此来获得更大能量 然而当钢球再次被释放时 尽管产生了超过1000千帕的撞击力 但依然没能让5号球摆动起来 考虑到单钢缆结构可能导致着力点发生添移 最终他们改用V型双钢缆再次进行了测试 虽然这次能量传递效率大大增强 可钢球还是没两下就歇菜了 之后他们通过计算得到 巨型钢球的能量传递效率仅仅只有45% 相比桌面牛盾摆的90%多差距太大 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球体越来越大 各个部分的能量损失很难控制 尽管理论上有这个可能 但现实中却很难实现 据说如果有人用火箭弹向你开炮 你可以尝试用手枪将它引爆 在电影试验战场里 当歹徒发射火箭弹时 男主一枪将火箭弹引爆并干掉了歹徒 而男主却毫发无伤 难道子弹真的可以引爆火箭弹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刘烟祖来到了火箭实验基地 并且托关系搞到了火箭弹 本次实验由武器专家进行监督 而在实验之前 他们对老奶奶卖早餐的拖车进行了发射 就在一瞬间的功夫 拖车被炸成了渣渣灰 而慢镜头显示 在拖车爆炸之后 烫手的绒铜弹头还在继续飞行 将后面的钢板融出一个大洞 那它与发射的子弹相撞又会发生什么呢 为了让子弹精准地命中火箭弹 他们用两条绳子制作了导轨装置 这样火箭弹就能沿着绳子的方向飞行 并且会在中间的某个位置 触发手枪的信号装置 从而让子弹精准地击中火箭弹 实验道具准备好之后 所有人躲在安全屋开始实验 突然一声巨响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结束了 通过高速相机显示 虽然火箭弹成功发生了爆炸 但由于绳子绷得不够紧 导致火箭弹发生了抖动 使它和子弹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并且手枪的信号装置也不够灵敏 所以枪口也没有发射子弹 于是他们重新改进了导轨装置 将绳索绷紧并提高了 手枪信号装置的灵敏度 这样又能否顺利引爆火箭弹呢 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这次子弹顺利发射 然后击中并引爆了火箭弹 所以电影中的情节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么在火箭弹爆炸后 歹徒真的会当场开袭 而主角却毫发无伤吗 为此留言组需要对子弹 和火箭弹的速度进行测试 然后通过两人相距80英尺同时发射 这样就能得到爆炸点的位置 下面他们来到实验靶场 并将图有刻度的木板 连接成一面80英尺长的墙 格兰现场搭建一个简易计时器 当开枪的时候子弹会击穿锡箔纸 从而计时器开始计时 而在子弹击中20英尺或40英尺外的靶子时 计时器就会停止 为了实验的严谨性 他们找来了电影中的同款枪支 托瑞在20英尺距离下 测得子弹飞行时间为22毫秒 而格兰在40英尺下测得时间则为42毫秒 随后他们用同样方式测得 火箭弹的对应飞行时间为43和83.6毫秒 将两者数据带入表格中 就能得到火箭弹会在64英尺的位置被引爆 此时距离歹徒只有16英尺 那在这个位置爆炸对两人又能否造成伤害呢 然而专家却表示 火箭弹最短激活距离为60英尺 也就是说在这个距离内 就算被子弹击中也不可能发生爆炸 所以电影中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 但格兰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 他想知道人在距离爆炸点16英尺会不会受到伤害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将发射点设置在假人歹徒身后60英尺的位置 并在歹徒身边放置了压力传感器 然后根据位置关系分别设置了引爆点和持枪假人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在安全屋再次发射了火箭弹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爆炸并没有对歹徒造成任何伤害 反而一连串的融化弹片差点击中了持枪假人 所以就算电影中的子弹引爆了火箭弹 也不会对歹徒造成任何伤害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据说驾驶气垫船就能安全穿越雷区 并且在电影《红灯区》中 成龙为了救下小女孩惨遭气垫船碾压 但他爬起来后却依然健步如飞 因为大面积的气垫能分散船身的重量 可重达几百公斤的气垫船真的不会触发地雷吗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留言组决定亲自驾驶气垫船穿越雷区 于是他们自掏腰包买了一艘全新的二手气垫船 并来到湖面开始练习驾驶技术 而这对于两个老司机来说完全是小儿科 等熟练陆地飘移的技术之后 接下来他们就能展开测试了 但由于保险公司不让他们用真地雷进行实验 所以他们只能自己制作仿真地雷 亚当将压力传感器改装成了可调节的触发装置 一旦实验中检测到压力大于设定的数值 装置就会发出控制爆炸的信号 而吉米则用水管制作了代替炸药的空气泡 当他接收到触发装置的信号时 炮筒内的高压空气就会瞬间喷出 从而实现安全的爆炸效果 为了测试仿真地雷的爆炸性能 亚当往炮筒灌入了碎石和玻璃茶子 随后他们引爆了空气泡 壮观的爆炸效果让两人非常满意 之后他们来到了空旷的实验场地 并选定了一块15x3米的区域作为雷区 同时他们计划在这块区域内沿着S型路线铺设地雷 因为这样就能保证气垫船在通过雷区时 尽可能接触更多的地雷 可这样气垫船还能安全通过雷区吗 接下来他们开始了正式实验 下面吉米在机器的帮助下沿着计划的线路开始挖雷坑 而亚当则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仿真地雷 并连接好上面的控制线路 以便能在测试的时候调整触发的压力大小 等所有地雷全部铺设好之后 他们往炮筒内灌入了面粉和碎玻璃 而为了测试仿真地雷的爆炸效果 爆破专家将触发预值设置为16公斤 然后亚当蒙着眼睛闯进了雷区 并且每颗被踩中的地雷都能被安全引爆 之后他们将触发压力提高到了136公斤 同时吉米驾驶汽车进行对照实验 结果如预想的一样 所有被压到的地雷全部发生了爆炸 那如果换成500斤的气垫船 又能否引爆地雷呢 接下来吉米驾驶气垫船向着雷区冲了过去 尽管船体压过了大多数地雷 但没有一个发生了爆炸 紧接着他们将地雷设置成反步兵模式 并且亚当还在中间进行了来回碾压 以给地雷更多的反应时间 可这次气垫船依然毫发无伤通过了雷区 为了测试气垫船防雷的极限值 他们最终将触发压力调整为2公斤 这样只需一个手指就能轻松将地雷引爆 可这次能否安全通过雷区呢 而测试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虽然气垫船加上吉米的重量 已经超过预值的120倍 但地雷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因为气垫船与地面的接触面积 达到6.4平方米 以至于分散在每个地雷上的压力 仅有27克 所以气垫船是可以安全通过雷区的